淼溟 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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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白荷花的脂肪 浪漫的夏夜 牵着手那就是幸福滋味 有些血雨的感觉 快乐的忘记我是谁 不知不觉那些轻松岁月 抱紧我 让我回到温暖的夏时后 我和你还有相遇归花朵 抱紧我 让爱回到相遇的时候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我和你还有做不完的梦 我就说你了 怎么着呢 我打你了怎么着 我打你了 我就说你 谁帮我啊 大哥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帮的你 就是他 小丫头骗子 敢帮我 打死你 给我打 我私里打 真家 真家 你怎么样 没事 没事 是吗 走开 走开 给我打 我私里打 听说 走开 你们干什么呢 把你们都带走 沈小姐 沈小姐 来了 快进来 沈小姐 出事了 你看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快进来 爸爸 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你听我解释 我可听好啊 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情 就别怪我不顾妇女之情 爸爸 喂 爸 怎么办啊 韦森 别生气了 为这种时期换了身子不值得 一上午 我不知道接了多少个这样的电话 都是来问这件事情的 把我的脸都丢光了 这些天啊 我也接了不少这样的电话 都是那些有钱的菜太们打来的 那些人你也知道 就等着看我们潘家人的笑话 不过这件事情 已经影响到了大家对长青的印象 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你说那韦森 别生气了 喂 是我 这次这个事情办得不错 不过离我要的结果 还相差了很远 哦 我知道了 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不要什么八卦新闻 我要看他出丑 要他堕落 我要让他有个坏形象 一个臭名声 让他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可是 这不太可能吧 有什么不可能的 只要你听话 按照我说的 一步一步去做 这个事情一定能成 等事成之后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 那好吧 我尽量吧 哦 对了 你在做事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它不简单 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它一定会有所防备 你呢 一定要谨慎小心 到时候真出了事情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听说沈小姐原来就喜欢惹是生非 看来 真有这么一回事啊 好门前进要什么有什么 何必像我们这样整天累死累活的呀 怪之怪啊 我没有投一个好胎 你看 现在才刚到深圳就变成这样了 以后还不知道能闹出什么乱子呢 唉 这些有钱人玩得起 这样的人以后啊 还要继承公司呢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这里乱说 昨天晚上我跟沈小姐是在一起的 那帮人根本就是流氓 只不过刚好被八卦记者拍到了炒作而已 我们都是可以给沈小姐作证的 拽什么 不就是沈小姐身边的丫头吗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就是 沈小姐 你的咖啡 谢谢你啊 珍珍 沈小姐 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的 那你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啊 以后啊 叫我长青就好了 这怎么能行呢 你毕竟是我的上司啊 珍珍 我们两个不是朋友吗 说真的 我还得好好谢谢你呢 那天在酒吧 如果不是你替我挡了这么一下 我真的不敢想象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而且 刚才你还替我说话 真的谢谢你 其实那天我也是情急之下 我没有想太多 可是今天那些人实在是太可气了 背着你说出那样的话来 我也是因为看不过去了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不然这样吧 我去找媒体 跟他们澄清一下 跟他们解释一下 那天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算了吧 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这样一闹的话 可能会更加严重 再说 深圳这个地方 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八卦新闻 我想或许过一段时间 大家就不会记得这件事情了 嗯 到底会是谁在背后搞鬼呢 喂 李家 长青 我今天一到公司 就看到你在深圳的照片了 现在大家伙全部都在议论 到底怎么回事啊 看来 是有人想让我成为名人 你是说有人要害你吗 没错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 绝对不是深圳的狗仔队 我既非名人 而且又刚刚来到深圳 他们怎么会对我感兴趣呢 说不定 说不定什么 你是说 你是说 你是说丁雅琴是吗 很有可能 你想 丁雅琴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我呢 说不定 那个人就在公司 昨天晚上 他也在其中 那 长青 你听我说 你现在一定要尽快把这个人 从你身边揪出来 你如果留这么一个奸细在你身边的话 后话无穷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个奸细 揪出来的 再来 不来了 不来了 老板 你就饶了我吧 你这明明是把我当人肉杀包了嘛 我这一风花正茂的大好青年 可不能再带你受伤啊 给 老板 叫你平时锻炼你不锻炼 能怪谁啊 这 哎 老板 我们公司有名员工做了一批货物的假账 已经被我查出来了 查出来就报警吧 这种事还得跟我回报吗 不是 老板 这名员工的姐姐 是咱们竞争对手 有阿丽特的销售部经理 艾丽特经理级别的人 的弟弟 在我们公司工作 他说他故意不接受他姐姐介绍的工作 所以才来咱们这儿了 华雅公司上市酒会 是华雅公司的邀请函 可是 怎么会是华雅呢 长青 这种酒会是不是很华丽的呀 是不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的 珍珍 我在深圳也没什么朋友 你陪我一起去吧 我 我不行吧 拿着 你紧张啊 有我在你身边 你就放心吧 嗯 有我在你身边 你就放心吧 对 就像现在这样 你会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好的 嗯 长青 怎么办呀 你看我这么笨 把你的衣服都弄脏了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不要紧张 我去一下洗手间 洗一下就好了 真的没事 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这里没有人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求求你 就放过我一次吧 你这是什么话 说得好像我逼你似的 你是知道的 我如果把货单给你的话 我们公司 四次换货的事情 就会被曝光的 我是销售部的经理 你说这个事情 如果一旦查下来的话 伤到我头上 你说我们公司 还能放过我吗 苏珍 你们公司的这种行为 早就已经不是个命令 只是苦云没有证据而已 而且再说 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你们老板不默许 你也不敢这么做的 这事传出去 你就别想在这个行业立足了 如果说出去 是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 你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所以 我给了你这次机会 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我 我给你跪下了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 你别这样 别这样 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 你觉得我会放过这次机会吗 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明天早上八点 如果你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的话 我想你会失业的 不要 你不要那么狠心 要怪就怪你自己 事情都摆在这儿了 你觉得我会视而不见 白白浪费这个机会吗 你自己的命运 操纵在你的手上 孰精孰重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掂量 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光临今晚 华雅集团上市庆祝酒会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华雅集团新任总经理 金瑞先生 上台讲话 好 今天来到晚宴的很多朋友 都是和我们华雅 有生意华物的公司 有我们的供货商 也有各地的代理商人 还有更多将来 即将和我们华雅 建立生意关系的朋友 所以可以说 我们这次华雅 能够在美国成功上市 都要感谢各位前辈的 鼎力相助 因为有你们 才有今天的华雅 华雅的成功 就是大家的成功 华雅的发展 就是大家的发展 华雅的未来 也一定和各位密不可分 现在真有出现了 相信华雅这段时间的发展情况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身为华雅新任的总经理 我再次向大家保证 你们的投资选择并没有错过 未来几年里 我们华雅不但会继续做代理贸易 还会进去地产界 实现多元化的经营 继续给我们的股东 还有股民们 带来丰厚的利物 所以我在这里 请大家继续支持华雅 相信华雅 让我们一起联手 共创辉煌的未来 李佳 你干什么呢 没事啊 你猜 我今天在酒会上遇到谁了 你不会是遇到一个超级帅哥动心了吧 少来 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遇到金锐了 金锐 金 哦 我知道 就是那个华雅集团那个金总是吧 嗯 不是号称他是什么 商业天才那个青年才剧吗 喂 怎么连你都这么说他呀 我跟你说 你们不要被他的表象所迷惑 其实他这个人可阴险了 哎呀 商场是吗 是吧 那有点小城府 有点小手段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想多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给我评评是不是我想多了 好呀 就在今天 我偷偷听到了他在威胁一个女人 为了自己的目的 用尽各种不光彩的手段 这算正常吗 不过呢 不过什么 虽然说 揭露公司的违法行为是好的 但是 他不能利用这一点 去谋取自己的利益 让别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活 难道这就叫做 手段吗 好啦 不管他精锐 势重 还是贱 都跟咱俩没什么关系嘛 我这么吃大油呢 再说了 他有什么意义啊 还能有什么 那个苏珊呢 一定是他对手公司里面的职员 公司的违法行为 一旦有了证据被查实 那么那家公司的声誉和业绩 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股价就会下跌 如果精锐在这个时候 趁机买入对方的股份 那么就有可能控制那家公司 更妙的是 华雅才刚刚上市 如果收购成功的消息一旦传出去的话 你猜会怎么样 你猜会怎么样 那股民们肯定对华雅的信心大增 随之 华雅的股价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 然后呢 华雅就积聚到更多的资金 这样的话 华雅就可以潜滚潜滚 有了 什么有了 我们赚钱的机会来了 等等等等 阿姨在这里 你跟阿姨说 喂 长青 刚刚我都听到了 你的意思是 想收购华雅的股份 没错 我想赌一把 如果我们赢了的话 那么 我们之前的亏损 就有可能弥补回来 办法倒是好的 可是现在 咱们手里没那么多资金啊 这倒是个大问题 如果没有资金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样吧 把我的房子抵押出去 再加上手里的流动资金 应该没问题 不行 阿姨 股票的风险太大了 我看 还是不要把所有的流动资金 都拿出来 万一 长青 你听我说 我相信你的眼光 既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们一起赌吧 阿姨 那我们就一起赌一把 如果输了的话 我们就一无所有 但要是赢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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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今儿的计划终于成功了 徐阿姨 我们这次赢了 老天爷也在帮我们 我想一定是华雅说过的消息传了出去 所以我们现在跟着大转一笔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对了 徐阿姨 我还有一个想法 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说 什么想法 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打着逛街的旗号 出去了解了一下市场 我发现深圳这边的女生 特别注重化妆 尤其是高品质 效果又特别好的化妆品 她们特别舍得投入 所以我想能不能在深圳开一个办事处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到深圳 反正我现在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拖宽这边的市场 你觉得呢 是个好办法 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这个我已经做好了一份计划 我一会儿发给你看一下 对了 前两天我出去吃饭的时候碰到了林浩 她问你现在好不好 小婷啊 阿姨是觉得林浩这孩子真的不错 行了 阿姨 我现在 不太想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那我把邮件赶快给你发过去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沈长青 这里就是你开拓人生的一台 是你将来重返沈世的基石 你要努力 努力再努力 绝不能辜负了欧师出的期望 绝不能辜负了外公和妈妈一生的心血 爱燃烧梦幻的味道 我忘不了抱着你 直到世界变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相爱的心 会给你勇敢 人燃烧的蝴蝶 顶着你的小蝴蝶 在这里 这些小蝴蝶 也是宫小蝶 有些人 你真是想要 各位 微信 很明显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啊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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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別亂動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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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青 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 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林昊 我不是在生你的气 而是觉得我们两个 真的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长青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很好 可是很多事情 你是不会明白的 长青 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你告诉我 我不就明白了吗 林昊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 我们认识的时间 屈指可数 屈指可数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能会了解我 怎么可能会明白呢 长青 其实我认识你很久了 林昊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么老套的泡妞方式了 这不是泡妞方式了 行了 林昊 我们两个呢 就像是两条平行线 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交集 你知道吗 行了 现在可以走了 回家注意伤口 回家吧 快走 我这一次是来进修的 我会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可能你会经常看到我 沈小姐累了吗 喝口水休息一下 给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我林大仙只要掐指一算 我就知道你的行踪了 我还会摸骨 摸骨 撤离 别闹了 我看啊 你这些法力 都是李家这个大仙传授给你的吧 哎 九位小姐 你怎么能随便称呼 我师父他老人家的名号呢 李家是你师父啊 那我岂不是你师姑了 求 特别 喂 是不是被我刚才很帅气的样子所吸引了 想要以身相许啊 少自恋了 我只是没想到 林大医生的球技还不错嘛 那必须的 我可是从小就坚持锻炼的 谁不是啊 我也是从小坚持锻炼的好不好 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是吗 那我们来比赛一下怎么样 输了可不许耍赖啊 输了你可别哭啊 好 这样 那前面有一个屋子 我们从这里出发有两条路 距离都差不多 谁先到谁就赢 怎么样 没问题 好啊那开始吧 开始吧 预备 预备 开始 等一下 你的鞋带开了 沈小姐 沈小姐 我赢了 我就说吧 我绝对不会输的 我绝对不会输的 你一定是 那躲不下的鞭 为什么爱情的道路 会如此艰辛 当我们 当我们 当我们要走下去 我知道 一切都来得太深了 可放手 可放手是我们唯一的结局吗 我明白 我们的爱并不脆弱 因为我们 当不过命运 因为我们 当不过命运 想你 让我躲在你的怀里 好轻轻地 感受你的呼吸 你的温度 不管梦有多久 见着你 哦 爱你 让我把你画在心里 悄悄地 学着你的声音 你的表情 让自己变成你 因为我们 是彼此的影子 一辈子跟着你的影子 是你啊 是你啊 张青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 那 你 那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 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张青 不管是过去 现在 还是将来 我都希望我能够陪在你的身边 一直照顾你 保护你 为你遮风挡雨 所以 给我一个好好了解你的机会好不好 天哪 这也太浪漫了吧 这简直就是命中注定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徒弟我算是没摆收 你们两个人啊 可不许忘了我这个月老哦 时间不早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要约会呢 拜拜 先这样啦 长青 下班吗 珍珍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有约了 你先回去吧 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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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首 喂 出租车 喂 刚才有三个 男的扶着一个女的进去了 他们去了几层 这个 抱歉 我告诉你 那个女的危险 我已经报警了 如果你再不说 你就是放凶 他们 他们在1041 放开他 都别动 放开我 童子 少过神圣 回来 闪开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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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长青 长青 放开我 长青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是我 是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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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浩 林浩 喂 长青 什么 出了什么事啊 那 那有没有怎么样啊 好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对不起啊 林浩 你灭我 又害你受伤了 只要你没事 这点伤不算小 你知道吗 我刚才真的很担心你 如果我来不及救你 你该怎么办 没事儿 你看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警察来了 林浩 你听我说 我觉得这次的事情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好像是故意有人在害我 可是他们不知道你在 所以你走吧 不是 我不希望别人看到你 你不走 我要在这里守着你 我已经通知我最好的朋友了 有他在 你放心 赶紧走 快点 快点啊 那我在酒店门口等你 长青 你没事儿吧 你没事儿吧 怎么了你 吓死我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慢点儿 你没事儿啊 我先去给你准备热水 你好好洗个澡 早点休息 谢谢 别想那么多了 都过去了 没事儿了 啊 真正 珍珍 真的特别谢谢你 在深圳 可以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很幸运 你 你 天边的地平线 我以为能够触摸 就像触摸你的温柔 像昨天的誓言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可是爱有时候会变 命运 不是说换就能够换 但是爱永远只能有一条主线 天空永远又等着你的那朵雨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爱燃烧弥漫的味道 躲不去 看着你一个世纪不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拥抱的心会给你温暖 燃烧的火焰 陪你走到终点 爱燃烧梦幻的味道 忘不了抱着你 直到世界变老 不管明天多遥远 不管信念曾改变 相爱的心会给你勇敢 燃烧的火焰 迎着你的笑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